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楼,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国服的高端排位赛的欧比视角 这一局呢,WE的队员诺颜和草莓 虽然两个人是相处在一个屋子里,但是呢,这一局他们是对面的 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首先看一下阵容方面 紫色方这边阵容是中单元首 上单是草莓的瞎子 下路是女警家宝石 打野是大树 除了中单外 其他的英雄都还是蛮正常的 那么蓝色方这边是诺言拿到了卡牌 下路这边是EZ加上蜘蛛 打野是乌龟 上单是大天使 比较有趣的是EZ这边带的是一个进化 因为对面的稳定控有点点多 比如宝石和大树 他如果不带进化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团战的时候先手秒掉 紫色方这边出门非常快 然后迅速的到蓝色方的红buff这边埋伏 从红buff绕上面的草丛一直绕到F4旁边的这个草丛 这边迷路的EZ出现了 宝石先手晕 然后大树全绕上去 虽然EZ交掉了进化和闪现 但是还是送掉了这个FB 而且EZ已经把进化和闪现都交掉了 等一下大树如果打完蓝buff 还是可以去下路继续干壳 那么就要看蜘蛛的反应了 如果我是蜘蛛的话 我会在尽快现在的时候去小龙放眼 因为二级 大树很有可能就要来干壳没有闪现的EZ 而蓝色方这边的乌龟是蓝开 那么乌龟和大树应该是同时到两级 蜘蛛去小龙这边放了一个眼睛 非常聪明 不然的话等一下大树来下路的话 EZ很有可能会跑不掉 因为EZ没有逃生技能了 这个很尴尬 EZ一定要小心 因为大树会找任何可能的机会去杀掉它 看这边大树已经过来 EZ在想什么 大树缠绕上去 好EZ死了 这个应该是看到了的呀 可能没有反应过来 上路这边草莓 由于它拿了FB 所以它是有一把长剑和一个250 所以它现在到两级之后就可以想办法杀这个大天使 但是它这个闪现和这个Q有点太过于卖萌了 好吧 虽然空Q了 但是还是很萌 这一下草莓已经把点燃和闪现都用掉250也吃掉了 等一下乌龟说不定可以去上路看看 不过上路是有眼睛的 看一下下路这边 由于宝石家女警一直在压着EZ和蜘蛛 所以蜘蛛这边在自己家草丛这边放了一个125 这也是保证等一下如果女警和宝石把线压过来 自己可以看到宝石的视野 因为EZ这个等级和这个装备很容易被秒 虽然女警并不是一个爆发特别高的英雄 还好蜘蛛这个英雄效果还是挺强的 所以可以弥补一下EZ伤害的不足 上路这边草莓的之前拼的那波有点太过于心急了 所以它现在是没有能力去担下这个大天使 之前是有 它现在有点太急了 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边的暗和元首说 等一下你们打着打着不会互相拔网线吧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比如说中间的卡牌诺言要飞草莓的时候 草莓大吼一声 不要飞我 然后瞬间把诺言的电源给拔掉 接下来这个好戏看 现在比分是0比2 这边蜘蛛 它因为带的是一个磨瓶 所以它现在可以一直消耗这个女警 反倒是可以弥补EC伤害的不足 中路这边 暗和元首QW 耗了卡牌的血但是同时也被卡牌的黄牌打中 这个时候乌龟支援过来一个嘲讽 然后暗和元首隐恨而亡 这个没有办法 下来这边又是一波干客 EZ已经残血了 这个时候 哎 闪现进去 那是被套的虚弱 应该可以换掉一个 还好 不算太亏 EZ这局是最惨的 送了一血不说 后面一直被针对 希望上路能够搭好一点 但是大天使这个英雄 这个版本确实太恶心了 所以我觉得 紫色王这边一定要在前期的时候 稳步建立优势而不是比较冲动 因为紫色王这边的阵容其实是比较 容促力比较低的 蓝色王这边有蜘蛛 然后有乌龟 有卡牌 还有大天使 所以说紫色王如果贸然的冲动去干客 或者是抱团打的话 打先手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反打 从我这边暗黑元首这个英雄的话 他其实输出还是挺高的 但是总感觉 不如别的英雄 很多AP都会 可以起到 比他更好的作用 所以这个英雄也是有一点点冷板凳的意思 但其实这个英雄我还蛮喜欢玩的 希望他什么时候能够再增强一点 比如说他的Q的伤害加成 或者是大招的伤害加成 他大招伤害有点低 哇 这一下Q好痛 还好EZ是有蜘蛛鬼权杖的 不过这个时候女警有一个暴风大剑 所以装备比EZ好了不止一点半点 这个时候卡牌已经七级了 所以下路如果紫色王还要压得这么浅的话 就一定要小心 不要被卡牌干客道 一旦被卡牌干个道的话 那这局紫方就很难打了 到现在为止还是不错的 紫方这边三个人头都是EZ的 但是EZ已经不值钱了 看一下下路这边 草莓可能是想秒这个大天使 但是大天使是有大招的 所以很难秒 这个时候卡牌非大过来支援 大天使给自己套了大招之后 安全的存活了下来 而草莓被控到死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人心不足舌吞相了 想秒大天使是什么心态 他那个无敌时间不是闹着玩的 好 现在人头已经被搬回来 而蓝色方这边还是 经济已经反超了 没办法 EZ已经部分的破摔了 反正我不值钱 你们杀我吧 我们其他路难优势就好了 其实从阵容上看的话 大天使其实是比较克制 这个签手阵容的 而紫方这边 阵容还是蛮签手的 什么大树啊 宝石 还有一个英雄也特别怕大天使 就是阿木木 这英雄超级怕大天使 因为阿木木这个先手能力很强 而大天使反准能力特别强 宝石先手晕了EZ 然后女警大招 EZ这个大招太美猛了 蜘蛛蜘蜘逃跑 然后这个时候乌龟支援过来 嘲讽 诶 怎么嘲讽的是宝石 好吧 那就宝石吧 起码留一个下来 其实我想的是 最好嘲讽明景 但是他这边嘲讽的宝石 那就算了 而中路这边 诶 什么情况 刚刚没有看到 但是是暗和元首 单杀的这个卡牌 暗和元首这个英雄的话 在线上的消耗能力 是非常强的 然后单打单的话 也很强 诶 这个时候 这上路 盲森在干嘛 总感觉他很想杀这个大天使 但是很容易 很容易被反杀 我感觉 所以 盲森一定不能 受诱惑 说我的话 就想办法 先把他大招打出来 然后 再找机会 秒掉他 先耗血 但是盲森这个英雄 耗血 感觉 也挺难的 一套打上去 掉 四分之一差不多 上路这边 大天使 不太敢 出这个 塔的 攻击范围 因为 他一旦出来的话 很容易被 盲森一套打掉 然后回不了塔 但是他如果 一直靠着塔打的话 那盲森不敢轻易地 跃塔杀塔 中路这边 又是一波干口 乌龟嘲讽到了 这个暗和元首之后 暗和元首被秒 这基本上是 已经确定了的事情 因为乌龟这个英雄 嘲讽太恶心了 然四方可以把干口的重点 放在中路 因为中路的话 一旦被卡牌和乌龟一起 控住的话 是必死的 下路这边 宝石晕住了 一猎 但是好像只是为了耗一下血 但是他随后被 蜘蛛的一给一道 然后被秒 看一下这边 女性想换掉EJ 但是被套了一个虚弱之后 女性战死 上路这边 盲森踢过去之后 似乎是想大招 但是好像是没大出来 反而被大天使套了个点燃 不知道会不会被消死 这个 好像 不太懂 这个时候乌龟已经 Q过来了 盲森还想找机会 诶 大死了 这个大天使 大天使都没反应过来 大天使刚刚是有大招的 但是他实在是没有反应过来 我感觉之前就有机会去打大天使 但是盲森刚刚的想法应该是 Q过去 然后 把大天使给 大回来 但是大招好像是没有踢出来 剧本写的不错 演员不给力啊 看这边 杀掉大树之后 这边中路已经支援过来 直接大死了1G 然后 蜘蛛看能不能跑掉 应该是跑不掉了 这一波的话 是一个二换一 就很亏了 毕竟是在人家野区去 截人家的路 这就叫 偷鸡不成18米 乌龟这一局 干可有点成功的 我觉得他可以接下来去干下路 下路这边女警加宝石打得蛮激进的 接下来的话就要围绕小龙打一场小团仗 我们可以看到大天使这个时候 是刚刚已经在想办法往下路靠 而紫方这边用125清掉了对面的125之后 已经开始打小龙了 蓝丝方这边 由于回家的回家 然后回线的回线 这条小龙已经保不住了 好 顺利的拿到这条小龙 上路这边 看一下能不能Q到他 Q到了 踢上去 然后 一个大招 点燃 好顺利的逼出大天使的大招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Q的存在 所以还是击杀掉了这个大天使 然后插眼W逃跑 但是旁边是有一个乌龟的 闪现走 但是乌龟 移动速度比你快 好吧 走路的 毕竟比不上开摩托的 但不管怎么样 刚刚盲森打大天使 这一套技能确实是比较亮的 先利用技能把大天使的大招逼出来 然后在大天使身上留一个Q 然后再Q过去 在W逃走 下了这边 竹筋过来干渴 但是这个位置 基本上已经宣告了EZ的死亡了 蜘蛛还是自己走吧 这个眼位不是做的 做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竹筋过来干渴 并没有看到 而这个时候中间的暗和元首已经绕后了 看一下碰到一个大天使 四个人围剿这个蜘蛛 总要杀掉它 这个时候蜘蛛开启了E技能 而大天使由于大托CD没好 所以被暗和元首一套秒掉 看一下能不能换掉这个暗和元首 好换掉了 漂亮 把EZ这个大招 卡牌这个时候 它是没有大招的 所以想往下路支援的话 只能绕后面 但是它绕那个位置 有可能会被包围 然后被包饺子 在这里呢 打一个小广告 我们的降神服务器开朗 这是一款以排兵不正为核心玩法的夜游 真心还不错 那现在还在刚开服 送皮肤什么的 地址呢就在屏幕的下方 也可以百度搜索 召唤联盟 第一个点进去就可以找到了 欢迎大家来捧场 我们可以看到这局呢 这个乌龟非常肉 它出的装备是 红爪 红爪 闲者之时 加上一千的腰带 加上一个布甲 然后加上一个红水晶 往死里肉 打野的话就靠一个红爪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连鞋子都没出 这个 乌龟 看起来对自己的Q很有信心 在15分钟的时候 乌龟已经是狂涂红爪 然后加上一个公姿状了 非常肥 也非常肉 在这个阶段的话 估计是没人能够秒掉它 而下路这边 这个塔还有一丝血 这个时候蜘蛛 溢中了宝石 但这边宝石承受了伤害之后 还想跟EZ打 这个就不太明智了 然后宝石死掉 继续追击女警 但女警这边是有护盾的 看女警一直在点蜘蛛 女警差异很高 但是关键时刻 中了一个蜘蛛的E 虽然换掉了蜘蛛 但是自己也被EZ给收掉 EZ和蜘蛛在敌方的塔下 混了那么久 这个时候 暗号元首终于支援过来 好 EZ已经B死了 暗号元首这个英雄的话 就是只有大招是定上的 其他的几个技能 都是只有指向性 所以说如果他的技能 不能够准确的命中到EZ的话 刚刚差一点还被EZ换掉 这也就是为什么 暗号元首这个英雄 不受欢迎的原因 上路这边 乌龟加大天使 好 这个盲村已经死掉了 乌龟这个英雄 不管是在前期还是后期 他的切入战场的能力 都是非常强的 你一旦被他嘲讽到之后 就很难去弄到他 这个卡牌 他可能是想收 这个残血的暗黑元首 结果飞到了敌方的大本营 太坑爹了 这个卡牌 我们打完指爆他了 上路乌龟埋伏在草丛 书金以为只有大天使一个人 马上缠绕上去 但是马上被乌龟控住 书金有闪现逃走 还有一丝血 乌龟有Q 但是这边小兵很多 所以说他如果Q上去的话 会撞到小兵心上 暗黑元首已经在往这边赶了 乌龟被套得虚弱 然后想办法 有没有Q 有没有Q 诶 没有 这边被晕住了之后 暗黑元首一个大招 收掉这个乌龟 终于终结了这个乌龟 乌龟真的太肉了 15分钟裸狂涂的乌龟 改进 中路女警趁他们打得火热的时候 把这个塔拿掉 卡牌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守了 暗黑元首回到中线 碰到卡牌 Q 一晕住卡牌 女警这个时候适时的支援大招 然后再一个Q 暗黑元首瞬间秒掉了卡牌 我说了暗黑元首 这个英雄的话 他只要能够技能命中英雄 就很好打 但如果打不中的话 就很难了 这也是他这个英雄的局限性 上路这边 盲森和大天使一为一 大天使唯一的机会就是 躲掉盲森的Q 然后可以反打 他如果躲不掉盲森的Q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和盲森打 很容易被秒 蓝buff这里 紫方想抢蓝方的蓝buff EZ这个位置刚好是中了一个 暗黑元首的满大 还好他有进化 不然的话 还要再吃一个技能的话 就会死掉 这边EZ收掉了宝石之后 暗黑元首也牺牲 蜘蛛一丝血 被大天使的大招宝珠 这边竖静咬死 这个就告诉我们 不要去偷人家的东西 会受到教训的 蓝色帮打完这一波之后 直接大龙 前期其实紫色帮还是蛮有优势的 后来就越打越乱了 看一下蜘蛛这边 拦截女警 不让他骚扰自己这边 打大龙buff 应该是可以安全拿到这个buff 在20分钟的时候 拿到大龙 18比16的一个比分 然后金钱方面的话 蓝色帮要比紫色帮多4000块 紫色帮这边 由于大龙buff是肯定没戏了 只好拿小龙 感觉女警这局都没怎么参团 我觉得如果女警刚刚在蓝buff这边的话 可能战局又会变得不一样 但是这边女警可能的想法就是 不要去入侵敌方野区 因为对面毕竟是有乌龟和大天使的 把反手打起来的话蛮好打 而且就算他们卡牌留在线上 支援也是非常好支援的 所以这边紫邦一定要想清楚 自己这边的阵容 适不适合去打到那么深 我们看到女警的装备还是很好的 她有6个人头 而蓝色帮这边装备比较好的就是EZ了 卡牌装备也还不错 等会儿如果打起团来的话 最好暗和元首的技能能够丢给卡牌或者是EZ 但是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大天使的大招保下来 所以说这个伤害的时机一定要把握好 就消耗来说 暗和元首的技能消耗还是挺强的 但是他容易 因为他技能距离比较近 所以说他消耗的同时有可能会被蜘蛛的一给一倒 那如果蜘蛛一旦一倒他 肯定暗和元首就会被秒 注意他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走位 而蓝色帮这边可以四个人推 然后有大龙buff 卡牌去代线 这样也是很好的 我觉得蓝色帮这边蜘蛛打得真的很好 而且他的E好准 看暗和元首的扑克还是蛮厉害的 他消耗血量非常强 但是他在释放技能的同时会有一个僵直的释放法术的动作 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在释放技能消耗别人的同时也很容易被别人的技能打中 这也是蜘蛛和元首一个非常要注意的地方 他现在只有半血 这个时候卡牌下的大招飞蓝和元首 蜘蛛和元首肯定是要死掉了 虽然他试图反杀卡牌 但是没什么机会 而中路这边 乌龟已经冲上去 把人控住了 但是并没有发生伤亡 因为毕竟是在人家塔下 我觉得最好是先把塔推掉 下面这边盲僧血量不多一定要小心 盲僧这个大招什么意思 没看到 哦原来是有女警戴后手 太聪明了 而且他自己还没死 这个打得太好了 一阶一进墙 因为队友一直在中路给敌方释放压力 所以说 所以紫色方这边根本就没有人管 这个一阶一直进行输出 然后杀死输精 还可以继续杀一个 然后推掉中路这边塔 暗和元首虽然有心去击杀掉这个一阶 但是他本身的这个施法的动作 实在是太烦了 这个前摇 所以说他很快就会被秒掉 然后紫色方这边是一个接一个的死 这场已经差不多击击了 在打烈士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一个死了 然后另一个又跑上去送死 好 紫色方已经投降了 最后做一下我淘宝店的小广告 我淘宝店最近在做活动 那么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 首先说一下这款鼠标 这款鼠标是我淘宝店卖的比较好的一款鼠标 它是木马人的经典鼠标 那比较适合亚洲人的手型 不是特别大 那也不是特别小 中等样子吧 它有四个颜色 是紫色绿色红色和蓝色 是可以通过鼠标本身上面的某一个按键 去改变它的颜色 也就是说 同一款鼠标你可以有四个颜色 你自己喜欢哪个颜色 就可以通过这个按键去改 那它的材质呢 不是冬天比较不喜欢的那种冷硬的材质 我这个人是比较怕冷的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类肤质的鼠标 它摸上去会比较软 也比较暖 手感可能比较好吧 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我自己也在用这款鼠标 那这款鼠标呢 是168包邮的 还送一张小楼的签名照 也可以去搭配别的套餐去买 那有跟耳机搭配的套餐 也有跟键盘搭配的套餐 都是送很多东西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 那网址是 LL小楼点桃包.com 2 人质客 7 7 7